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投资朋友而言 大概心情上面难免会有些沉重 因为今天怎么样 今天整个台北股市开高之后 又一路的向下压低 整个行情从原本的大涨187点 反转到最后变成是下跌277点 这一高一低之间又将近超过400点 又将近500点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震盪 甚至于如果以全州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不得了 从礼拜一几乎跌到今天礼拜五 即便礼拜三稍稍的有出现一个反弹 但是终究还是开高走低 日K线收黑 所以等同整个日K线的部分 这个礼拜以来是连续五根黑棒 甚至于整个礼拜下来 整个加权指数大跌超过900点 所以我想行情来到这个位置 即便上个礼拜行情还在创下 16238的一个高点 不过这个礼拜行情一反转下来 很多人开始怀疑 这到底还有没有行情 还是说整个行情 大家先前在讲的泡沫 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已经破了 这个行情一路要往下了 那我说过难得是周末时刻 难得是周末时刻 为了让大家心情能够放轻松 我先告诉各位一个结论 以我个人的看法 这个行情 这个行情长期的趋势没有改变 也就是长多的架构 原本的资金行情 它没有任何的改变 只不过现在进行的是什么 是一个终极的一个回档 终极的一个整理 那既然是一个终极的回档 终极的等理 当然 因为毕竟前面一段时间 也累积相当的一个涨幅 所以跌下来 当然会又急又快 其实换个角度 这也符合怎么样 这也符合多头的一个格局 好那最重要的 随着今天加权指数 对不对 哇一口气已经跌到哪里 跌到15138 15138 眼看了怎么样 下个礼拜 又要进行怎么样 万五的保卫战 这个时候我说过大家怎么样 难免心慌慌意乱乱 对于行情未来 又开始打了一个问号 但是越是在这个时刻 我反而告诉各位 这个终极回档 当然需要时间来化解 可是就幅度上来看 就下档的空间 它已经没有太多了 它已经没有太多了 所以大家一颗心怎么样 可以稍稍的缓和一下 可以稍稍的轻松一点 但是并不代表这个行情 随时又要往上涨了 我们先从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 我们刚才讲了 其实我们先从周线来看好了 来 周线我们看到从11月 11月初 这个11月初 10月底有没有 当时行情在这个位置 多少 第一点在12480 记不记得 好 那从这里起找 你看这一路基本上 也都没有回导 只有这里稍稍平台 走了两三个礼拜 也没有明显的一个压回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周K线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六根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连续12根的红棒 这个礼拜面对13周的转折 又急又快压回 这个合情合理 对不对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在这个礼拜压回的过程里面 索性怎么样 量 它并没有怎么样 并没有突破 并没有被前面 在上涨的过程里面 周线 这个周量要来得大 所以就价量结构看 随着一个压回 量并没有放大 所以从周线的角度看 似乎没有出现 所谓价量失控的一个情况 好 只不过 涨了13个礼拜 12个礼拜 你短线这里要修正 至少三个礼拜 五个礼拜 怎么样 不算太过分吧 对不对 那但是时间 即便还没有满足到整个修正的一个所谓的满足区 可是幅度我认为 第一个 我们刚刚也讲 从12480 一路的涨到 这一波的一个高点 这一波的高点 来到哪里 来到16238 你总共涨了多少 涨了3758点 涨了3758点 我们以回档大概三分之一 就是黄金切割率的0.382来计算的话 回档的幅度 初期的一个目标 大概看哪里 看1435点 换句话说 当从高档16238往下 如果说大概修正1400点下来 满足区约末在哪里 约末大概就在14800点左右了 这是一个第一道的 所谓的一个满足区 所以 今天低点来到哪里 今天低点已经来到15138了 因为是今天的收盘 因为收最低 换句话说 如果以14800作为初步的满足点的话 距离现在大概只剩下300点的空间 所以是不是下档的空间就已经极度有限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可以稍稍怎么样 稍稍的缓和一口气 那另外我们再从日K线的角度 日K线的角度也是一样 你看 这一波 从当时 大概这个位置 大概12月中左右 有没有 当时这个低点大概14000点多 14051了 我没有记错的话14053了 有没有 这一个了 大概142 这个14134了 那从这里13134 一路的起涨到这一波的一个高点 涨到哪里 涨到16238 总共涨了2100点 一样 你以回档 0.382到0.5的空间的话 其实你看今天回档这个位置 也已经几乎回到一半的位置 所以短线上面 短线上面 也慢慢的趋近一个短线的满足 所以我认为 下个礼拜 你说会不会马上止跌 我认为 这个还很难讲 但是就算下个礼拜一 礼拜二 还在往下 因为毕竟 是年前还有一些慢压 就算年前在往下打 但是我认为低档的空间怎么样 已经相对有限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随时在下个礼拜 反而 在大家都悲观的时候 我认为反而在下个礼拜 有机会怎么样 在下半周了 在下半周 因为礼拜一 礼拜二 可能还是要承受一些 卖压的一个涌现 可是到了礼拜三以后 反而有机会出现年前的一个反弹 但是反弹上来 我先讲结论 我们刚刚也讲了 第一波打下来 A波的压回 已经接近了一个满足 所以会有一个B波的一个反弹 但是记得 B波的反弹上来 对于一些筹码已经打乱了 又或者对于一些 技术面已经转弱了股票 你反而怎么样 你反而应该站在卖方 不是说反弹上来 你又毛起来又加码 但是对于年后 对于年后 有机会 因为大盘整个长期的趋势不变 终究整理过后 它还是要往上走 那到底 当未来行情再继续往上走的时候 谁会是盘面的强势主流 谁会是盘面的领头羊 那趁着现在大盘在这边震荡 对于这些未来的强势主流 是不是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买进点 这第一个你要去思考 第二个 不管涨或跌 不管涨或跌 你看今天 终究还是有三千多亿的一个量 我说过现在整个市场怎么样 唯一不缺的就是资金 到处都是钱 对不对 到处都是钱 那这些钱 你会不会用个台股压回了 不得了 台股压回了 赶快把这些钱再放回去定存 会不会 不会 所以换句话说 特别一些业内法人的资金 你就算行情在跌 它也一样要有某种程度的持股的 现在就像投信就7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资金 留在场内的这些资金怎么样 它会自己找出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往往就会照旧怎么样 照旧即便盘面在跌 可是这些资金 它会去寻找一些防守型的 又或者有一些逆势突围的 这样的一个题材的一个股票 它会去往这边去做一个进驻 所以到底接下来 哪些会是所谓逆势上涨 什么叫逆势上涨 这支嘛 你自己对照一下嘛 大盘这样跌 我们的瑞基涨4天 你说今天稍微压回 压回测试一下5日线很奇怪吗 连续大盘连跌5天 它连续4天创新高 今天测一下5日线 绝对合情合理 这个就叫逆势股 那为什么它会走逆势 我不要再花时间去说了 我想对于瑞基的基本面 我从上个礼拜讲到昨天 我每一天都要讲一两遍 讲到你也都会背着 做世纪的未来一个防疫的首选 对不对 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虽然说大家都在等疫苗 可是未来疫苗当然是一个重点 可是现在怎么样 现在世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需求 最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不再花时间去说 只是告诉各位 接下来盘面依旧会有像瑞基这样的一个股票 所以趁着大盘 先来压回 其实我一直告诉各位 做股票 你一定要懂得怎么样 逆向思考 什么叫逆向思考 很简单吗 现在跌下来 一个礼拜跌了900点 大家开始怀疑人生 开始怀疑这个多头行情到底还存不存在 对不对 那你记不记得在上个礼拜 尤其在1月15号 有没有 来 在这一天大盘开高一路向下压低 有没有 收了一根大长黑 那一天还爆了台股的历许天亮 我也没有告诉你 尤其我在广播节目我讲的特别清楚 当时主持人问我 这个行情怎么样 你一路以来都是看多的 那现在你的看法难道不变吗 那个时候我只回答主持人一个问题 我只回答他一句 我说从8523 也就从去年的3月29号 当时低档8523起掌以来 一路上即便行情有震荡 我不改看多的一个看法 我完全没有所谓的趋于悲观的这样的一个理由 我一路都是很乐观 可是唯独到了1月15号这一天开始 我说即便我过去都一路的乐观的一个看下去 不过来到这个位置怎么样 我会开始感到什么 感到害怕 我一开始感到害怕 为什么我会感到害怕 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 我最怕什么 我最怕你们都不怕了 你们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 我就很怕了 这就是逆向的一个思考 为什么我说你们都不怕 你再来看 来 这融资 有没有 这融资来 你看 我这样说好 当时行情在这里的时候8523 当时融资约大概900亿 现在来到16000多 大盘严格讲起来都还没涨一倍 结果融资从900多涨到2000多 现在是不是正支出过2000头 那你融资涨了这么多 涨得比大盘还快 尤其这段时间你看 大盘都已经往下压了 融资还在往上涨 这叫什么 这个你们都不怕 不是吗 大盘都已经折回来了 你们还在往上冲 融资还在加码还在冲 反倒是怎么样 除了融资以外来我们来看这个融券 在融资增加的过程 融券反而一直往下掉 原本高点的时候还有119万张 现在只剩下怎么样 现在连100万都不到 所以我看了当然会怕 所以在这一天我就告诉你 再加上我告诉你 我说过有什么价量背离 有指标背离 所以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有没有 尤其一些已经涨高的股票 你不要贸然的 一窝蜂的还去跟人家追高 包含台积电在内 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 有一天 这一天 还创高到16238 有没有 所以很多人会想说 你今天本来穷紧张 你跟人家在创新高 你紧张什么 很多人把我的话都不以为意 甚至于认为我穷紧张 甚至于看 你今天看不准 对吧 我再请问各位 今天行情来到这里 我当时对你提出的一个叮咛 我当时对你提出的一个警告 你还会觉得 我是大惊小怪吗 你还会觉得 我根本在随便乱讲 这叫做逆向思考 这叫做逆向思考 我说很多事情 我们不用看当下 真理往往是事后来验证的 对不对 我想我罗文斌是对是错 我想这一切 静在不言中 事实就摆在眼前 反而这个时候 上个礼拜大家在创高的时候 你们都不怕的时候 现在来到这里面 开始怀疑人生 开始怀疑这个行情 到底还在不在的时候 我刚刚是不是告诉你 反而这个时候 我认为行情的低档空间 已经来得有限了 反而在这个时候 尤其在下个礼拜 你开始要有一些作为 你看在上个礼拜 你们都在冲的时候 我在干嘛 我在卖股票 我在卖股票 有没有 你看2327国具 我们大赚出清一半持股 有没有 我在卖股票 你们在追台积电的时候 我在干嘛 我在买防疫概念 有没有 我在买瑞基 你去追台积电 你看 这一个礼拜以来 台积电跌多少 即便是你们都看好的台积电 当然我也看好台积电 只不过我说 它的股价失控了 你再好的股票 你股价失控 你就是危机 当然不能追 为什么要买带领 连我最看好的国具 我国具我从三字头一路 做到现在六字头 我还是看好它 可是为什么要出一趟 因为当大家都在看好的时候 你要懂得逆向死口 你要懂得分段操作 对不对 所以我说现在来到这个位置 尤其一个礼拜跌掉900点之后 这个时候大家开始害怕 上个礼拜你们都不怕 这个礼拜你们开始怕的时候 我反而不怕了 因为你们会怕我就不怕了 我反而下个礼拜怎么样 我下个礼拜我要带着惠云 有一些作为 那到底我们在下个礼拜 要做些什么样的动作 下个阶段回来 我们继续再聊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想刚刚进广告之前 我也跟各位提到了 下个礼拜其实是蛮关键的一个礼拜 倒不是说行情的一个多空转折 倒是怎么样 倒是是为下一个年度 也就是现在是鼠年 接下来是金牛年 其实下个礼拜 是你针对金牛年 要开始怎么样 做一些布局的一个时候 你要走在故事的前面 不是等到过了金 到了金牛年 你再来做布局 往往会来不及 好那到底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我刚刚在节目里面 我特别跟各位叮咛什么 叮咛逆向思考的重要性 你只要想想 为什么当行情在创高 我在对各位提出警讯的时候 你们都不以为意 为什么因为行情还在创高 多数人还在看是 哇一万六这么容易就过了 一万七很快就来了 结果 一万六千三都还没看到 现在你看到一万五又准备要出现 现在已经一五一了 对不对 是不是下礼拜又面对万五的保卫战 一个不小心 一四八 我认为来都不奇怪 对不对 一万四千多点 你再来一次都不奇怪 可是当这个时候 当大家害怕的时候 我反而告诉各位 对不对 我说下降的空间应该差不多了 应该差不多 我不敢讲礼拜一马上就只跌 马上都不会跌 可是下个礼拜 应该有机会出现开低走高 尤其越靠近风关 当大家觉得越靠近风关 越危险的时候 我反而告诉你 越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因为你要懂得逆向思考 就好比说 我就下个礼拜我们要做一些动作 为什么 现在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要封关了 又这种行情 下个礼拜当然 什么都不要做 就看就好了 但是我刚刚也告诉各位 下个礼拜七十 针对于来年 也是在开红盘之后 金牛年一些看好的股票 你一定怎么样 你一定要先卡位先布局 你会说等到疯 这个开红盘之后再来买就好 我可以告诉各位 当现在都大家对未来的行情 在存疑的时候 也因为这个样子 可能过完年后会大涨的股票 等到开红盘再来买 你未必买得到 你未必有买点可以买 所以针对那些接下来 在年后会大涨 会成为盘面主流的一个股票 你怎么样 你当然要先卡位先布局 部分的股票 你要报股过年 你不是等到 因为现在大家都不敢报股过年了 当大家都不敢报股过年的时候 当然我没有叫你持股满党报股过年 但至少你手中对于 那些年后会大涨的股票 你要建立一些部位 对不对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股票 都能够报股过年了 我再强调 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 我就跟各位讲 你在盘面经过的修正之后 有些怎么样 有些可能因为急跌的过程 在修正的过程里面 技术面被破坏 又或者整个筹码面被打乱 这些股票你说短线还能报吗 当然不行 因为你总要让它整理 这一整理 或许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或许一个月两个月 你开什么玩笑 你资金跟他耗在那边吗 当然不是 所以下个礼拜我也告诉各位 会有一个反弹 会有一个反弹 但是反弹上来 除了一方面 一方面是让你喘口气以外 最重要的是让你把这些 已经相对弱势的股票 要去做一个换股的动作 要把资金给收回来 然后把资金转到哪里 转到接下来的强势股 又或者在年后 有机会成为领头养的一个股票 你在年前怎么样 当大家都不敢买的时候 你才有低点可以买 难道你要等到过完年 全部股价要开始涨 你再跟人家去追高吗 你每次都要难怪你会赚不到大钱 对不对 所以你要懂得逆向思考 尤其我也跟各位讲过 这个市场上总是有一笔资金 他没有办法离开市场 所以他一定会选择一些 不管是防御型的也好 又或者他的题材是安全的 是市场所认同的 他会成为短线的资金的一个避风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有的市场资金会往这边灌 所以即便盘面震 他就会逆势的往上冲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的瑞基 对不对 你看这段时间大盘跌翻了 他还在创新高 但是除了瑞基以外 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股票 我也跟你讲过 昨天也介绍给各位 甚至也都让你带回家了 这档股票 我说过他具备电动车的题材 还具备半导体的题材 这个基本面的部分 这个产业面的部分 我们过去也讲过很多的 我也不知道花时间去说 总之这两个题材很明确 就是今年的一个趋势 对不对 既然是今年的一个趋势 再加上去年第四季的业绩 已经让你看到 确认了这个趋势是没有错的 再加上来这股的这种店 对不对 股价刚刚突破整理平台 就代表它的位阶还在低倒 你这个时候去追高的股票 当然危险 可是对于一些已经经过的整理 除了说位阶低 你买的低买的倒买的安心 买的轻松以外 是不是代表它技术面经过整理 它的筹码经过沉淀换手 如果市场上有一笔资金 它没有办法离开市场 它非得要买股票 我请问你 它会要买这种股票 它要不要买这种股票 如果市场的资金都往这边跑 你认为这档有没有机会 能够成为接下来 锐基接下来的 所谓的盘面的一个逆势股 你自己去思考 不管怎么样 还是那句老话 你要懂得逆向思考 你要懂得逆向思考 所以如果对于接下来 你是认同我这样的逆向思考的思维 可是你不晓得该怎么做的 那么同学朋友 我非常强烈的建议各位 接下来的行情 你就跟着我来操作 你就跟着我的脚步 一步接着一步走 我相信你的胜算会更大 至于接下来该怎么做 来 只要你认同我的 我也希望你能够很轻松的 跟着我来操作 所以今天你只要打电话进来的 一律五折 除了五折 我再加三个月 还不够 还有 从现在到大年开红板 就在开工之前 大年初六以前都算我的 我说下个礼拜很重要 我很多事情要做 我要带着你太弱换强 所以下个礼拜至关重要 打电话进来 开工以前都算我的 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是非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而非 CHARLAY